刚吃完早饭不久了 又要吃中饭了 刚刚你看看大白吃的那个多香 我们昨天买的小排骨 我们中午就炖个汤 你看这排骨 这两条昨天买了要50多块钱 对 这么一点50多 好久没有买猪肉了 都这么贵了吗 应该我们那个是应该是精品 比羊肉还要贵 我们应该是精品 这么两块 先敲着水 然后就放点玉米山药 好的 好久没有炖排骨汤了 我在这里把排骨汤煮一煮 老徐说要去再打包一壶甜茶回来 喝这个甜茶喝上瘾了 昨天打包本来说带走的 又喝完了 这个汤我就放了点 玉米山药还有胡萝卜 我感觉这排骨有点多 整个煲汤 45分钟 45分钟 可以 我们要把车启动了 把车打火了 不然不够电了 这电只有一点点了 这次出门有点郁闷了 早了半天都没有找到 那个共享的电动车 我只能是走路到万达了 先把这个甜茶给打上吧 到哪里啊 现在都 对吧 看看有没有甜茶馆 每次都是找不同家去尝一下 每家的口味都不一样 要便宜一点是吧 我不知道 闻着人人的留 闻着我们一直都是12 三磅12是吧 对对 好嘞 两磅的话10块钱 一磅的话5块钱 三磅的话就便宜一点 嗯嗯 就是 好的好的 这次到超市就快点买了啊 就买点青菜 待会看看有没有蒜奶 都可以再买一个 买两个丸子 这个丸子应该炖炖菜 应该也挺好吃的 趁热买鱼不在 我又可以放肆一下 先转后座 这个小单车载了不少东西 买了一点水 来一壶茶 啊 终于可以回去了 又是下午了 哇 这个小车车还是挺年装的 还有 买山奶啊 这个山奶大白能不能喝啊 你要丢买的等着了 大白 炒妹妹啊 怎么买原味的 没有原味的 8月24的 后期没有 没有 没有 可以翻个 这山奶 小眼神 好了 把这东西收拾一下 我去把车翻了 买了一大袋啊 丢买点蔬菜 回来可以吃个中饭再走了 哇 车里实在是太热了 跟蒸炉一样的 我们把电子又拿出来了 又是过零卡吗 这不是 过之后一个零卡 就走吧 吃完饭就走吧 这里带着太难受了 弄点番茄 不想炒菜的太热了 不想炒菜的 就一个汤一个凉菜吧 我现在啥都吃不下了 热的就没有心情了 喝点添茶 番茄就放点糖 拌一拌好了 吃的清爽一点 喝点汤 这不是广式酿汤吗 是 山药玉米汤 排骨汤 你喝 酒没喝了 你喝一点 好 喝点一起喝 你看你都没力气了 这汤有能量的 好喝 烫烫 好清甜 清甜的 所以这玉米汤清甜的 大白在这草地里舒服 早上吃了一盆牛肉吃开心了 不饿了 你看他没有 我们吃这个猪肉 他就没反应了 看他不看一眼了 躺在这里躺丝的 舒服的 看我们吃的太惨了 大白说 算是再过一个零卡 最后一个零卡 我这两天感觉都没有精神 尤其是热的时候 待在车里的时候 车里太热了 喝点汤 这个汤 这个汤我刚已经喝了一碗了 我觉得这是我 喝过最好喝的汤了 不是 我喝过最多的汤 喝过最多的汤 喝点汤好 哇塞 第二碗 这个汤比较清甜 有没有 对对对 没有鸡汤那么浓 鸡汤的话 我喝两口我就喝不下了 就感觉有点太补了 有点太补了 这个是清甜的 你本地人也过来过零卡了 过完了 三两口就喝完了 你不烫的 不烫的 我现在不知道是 哪回事 我还不要了 还能喝 嗯 再试一下这个排骨 排骨这么贵 太贵了 真的比羊肉贵 比牛羊肉贵 我以为你放糖在那里 嗯 所以很嫩 嗯 这排骨是精品排骨 来吃人的 我觉得本地人的生活挺好的 好吃又甜的 嗯 是啊 在这里待会又待一天了 等一下 不行 不行 待会就走 吃完饭 我们就走 再待一待 再休闲一下 可能又到晚上了 这边的生活呢 就是 急着 你说它慢吧 也不慢 说它快吧 也不快 吃点番茄 吃点蔬菜 吃番茄 饱了 没有 我汤都饱了 喝了两碗汤 三杯甜茶 这汤在外面喝就不会觉得热 如果在车里的话 一口来喝不一下 我刚回到车里待了一会儿 感觉马上要窒息的那种感觉 你从事外进去 肯定的 昨天我们去吃那个什么创意餐厅 我发现就好多网友都这样说 就不喜欢的菜不要点 点了就点了以后还在那边说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来着 很多东西你都是没吃过的 都是未知的 你咋知道它好不好吃呢 你咋知道它那个味道是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你去很多地方 有你很多很多没吃过的东西 当然了 对吧 也会有好吃的 也有不好吃的 对吧 不能说你点的一句一定好吃 对不对 好吃就是好吃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就是接受不了就接受不了 对不对 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喜好 对吧 我们只是把我们这个直观的思想给说出来 并不是对吧 并不是我说我故意的要去干啥干啥 是吧 是啊 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法 对啊 所以没必要太在意 没在意 我们只是说把我们真实感受 说出来跟大家分享而已 对吧 其实我本来不想说 但是好多人在说你 说你就在那边挑挑挑的 那个东西本来就是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吧 为什么奇怪东西不给人家说呢 对不对 有人吃得怪 有人吃不怪而已的 对吧 我相信我现在的胃和你差不多了 我拥有 就是因为我先把汤汤水水 喝进来喝饱了 然后其他东西都吃不下了 你们广东人就是喜欢 先喝汤 先喝汤 我第一次到卖鱼架的时候 那也是我第一次到广东 我在家家 去他家的时候 就是天天喝汤 天天喝汤 饭前喝汤 三天喝了八顿汤 是不是 就是早上晚的话 就必须要喝汤 然后天天都是喝鸡汤 是不是 差不多 天天都是喝鸡汤 导致我对鸡汤都有点阴影 但是我觉得很不解 就是 为啥要先喝汤 喝汤的话 感觉好油腻 啥东西都吃不下去 干了 这是南北方的有差异 就比如说 卖鱼到我们家 广东人说那个粥 是厚厚的粥 就是很粘稠的那种粥 到我们家那里 粥是什么呢 粥是一丢丢的米 然后剩余的全是米汤 就是我们处于偏北方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米汤 然后 鳗鱼以为那个是粥 对吧 然后也很差异 我们每天都要吃米汤 然后加饼 鳗鱼当时去的时候 也是吃不管 然后对吧 每次我都要帮他带点饼 他只能吃一小节的饼 不过现在好了 现在好 在外面都这样子吃 现在啥都能吃的 我们两对算是南北合并 收拾一样 我们赶紧走吧 哎呦 又下午喽 又晚张喽 吃饱了 吃饱了 感觉舒服多了 有力气了是吧 嗯 大白也饱了啊 走啊 玩得那么远啊 嗯 他都不想凑过来 收摊也不过来了 是啊 我们吃完喽 上来他吃撑了今天 就给他吃太多了呀 不要给他吃这么多了啊 嗯 啊 看看你看后面 小朋友在玩 大人在那边露营 哎呀 吃不复的啊 对啊 等我们 我们去啊 应该还要再回拉萨 再回拉萨 我们还到这里来 再来过银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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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